那我們接著去來看 那第一次上課的話呢 當然在論壇裡面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要複習的話 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理論上我會在上面一個標題 第幾次上課 然後內容教了什麼 基本上的話連結在這邊 你就把它點擊進去 就可以看到 上課的內容 回去的話你可以針對自己比較不熟悉的部分 再加以複習 複習完之後的話 可能最終還是要 練習啊 因為像這種程式設計的部分 其實要學得好呢 還是 需要多練習 因為你看得再多不如 程式打一遍 那其實最容易犯錯的就是打程式 打錯啦 一個小小的標準步行 都會造成你程式無法執行 OK那所以 這個可能回去還是要請大家 再花一點時間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包含就是 第一個 懶人包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回去之後 一定要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把那個懶人包建置起來 那當然預設的路徑是低碟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放C碟你要修改 但如果你放低碟 你不用修改 其實滿容易的 你把它解壓縮到低碟 然後找到那個什麼 找到解壓縮的目錄 叫Python384這個目錄 底下的話 384裡面的話會有一個 Scribes 那你只要把那個什麼呢 Spider3.1se 點兩下 打開來之後的話 其實就會看到 它就是一個簡單 應該算是比較 基本 比較不那麼複雜的一個 編輯器 這個編輯器的話 當然你可以做一些設定 設定部分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上面有一支 像一個板手的形狀 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包含你可以設定它 預設的語系 然後語系好像是英文版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用中文 不過它中文版 目前只有簡體中文 然後另外的話 那個介面 如果你不習慣用黑底 我大概我比較習慣用白底 白底看起來比較習慣 那你可以做 那你不設定也沒關係 那設定的方式很簡單 點它之後 那相關的設定 包含就是它的語系 這邊其實都有了 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可以改 那外觀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什麼 應該這個地方應該叫做 語法高亮主題吧 這個 OK 預設好像是黑色的 那個什麼 SpiderDuck 像長這樣子 可是這樣我覺得 看起來不習慣 那我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Spider 這些改一改 那大概OK之後的話 再來你可以開始寫程式 那寫程式的方式非常簡單 我上禮拜提到 反正你將來你要寫一支程式 它一律是在那個 就是你的左上角 會有一個 新一個檔案 有點像Word一樣 握的設計一樣 按一下 開一個新的 這個叫新文件 實際上新的文件 就是一個新的模組 反正我們寫 就是寫在模組裡面 一樣你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 下一次上課的話 可以把它打開 比如說上個禮拜 我是把它存在哪裡 打開文件 這邊有 那我是把它存在C疊底下 的那個 Python的2003的目錄 所以我找到 上個禮拜我把它存了一個檔 叫 第一個程式 點py 點py 就是它的副檔名 OK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上個禮拜寫的程式 就是把環境建築 然後開始寫一點程式 然後這個程式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反正呢 就是增加總共有三個變數 A跟B跟Answer 有沒有 然後分別放一些資料進去 當然我講過啦 像比如說Java好了 它需要預先宣告變數 變數 變數的形態要給什麼 比如說你假設你要放文字好了 比如說前後說 那你要 就要先宣告好 這個變數喔 裡面將來只能夠放文字 OK 但是Python的話不用 那它什麼時候呢 這個變數產生出來 其實就是第一 當你喔 第一次 賦予值給它的時候 比如說你賦予什麼值呢 就是賦予給 是賦予對不對 就是給它什麼啦 給它文字 那它的形態就文字 如果你給它的是什麼 給它的是數字 那它就是數字 另外數字裡面還有分幅點的 就是小數點的部分 OK 那也就是說啦 你當你第一次給它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中間的這個等號 所以這個等號 其實意思應該 比較接近是 把後面的資料 賦予到 這個前面的變數裡面的意思 OK 比較不是 各位以前的那個理解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對那個等號 都有很多的誤解 因為等於嘛 等於 等於 A等於 那個 那你會一直 就專注條件 那它實際上的運作流程 應該是把這個東西 放到前面變數裡面的意思 是應該是放進去的意思 比較精確一點 OK 不是像我們 那個理解的 A等於那個雙引號5 那這樣感覺怪怪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觀念上面 可能跟以前你 數學的那個 有點不太一樣 你不能把那個類比過來 OK 所以 將來看到等號的話 理論上都會把後面的資料 放到前面去 如果它後面是一個 一個資料 那就放 那如果一個是計算的公式的話 那它可能會計算完之後的結果 再放到前面的變數裡面 大概是這樣 OK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把不同的資料做計算的話 一定要轉型 所以我講過 如果 大家上禮拜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 你幹嘛 這邊一定要用個 這個文字 然後底下再來轉 只是範例而已 練習啦 OK 沒別例一次 因為未來說真的 這個地方變數會放什麼資料 有時候 不一定 你不是說我一定只能夠數字 沒有啦 像我們將來輸入資料 像後面會講到用那個 外部輸入資料 會用到一個 一個方法 叫Input Input的話呢 假設你輸入5 它會得到的並不是5的數字 而會是5的文字 那文字如果你要拿來計算 那就會出錯 所以你要怎麼樣 要轉型 所以要怎麼轉 如果是5 看起來5 OK 你要把它轉成整數的話 叫RNT 所以這個外面八個RNT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這個3.2的話 它是一個小數點 所以如果你要轉型 你不能用RNT 你只能用Frozer OK 所以Frozer就是把它轉小數點 那轉完之後的話呢 你把它相加的結果 它變成5加上3.2 加起來就把它8.2 放在ANS 所以ANS裡面的話 就是8.2 但如果你沒有轉型 你直接加 會變成上個禮拜看到的 因為5加3.2 變成5 3.2 有沒有 那不對了 那最後的話 再輸出結果 那特別注意 因為ANS它會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沒轉型 假設我這邊沒有轉String的話 有沒有 那它會出現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就是它這個沒辦法串接 所以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因為它前面這個是加總 是一個文字 那你要跟這個加總這個字 串一起的話 那你必須要再轉成文字 OK 其實在程式裡面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那個資料型態 沒有轉正確 那沒有轉正確 它結果就錯 錯了之後呢 那當然會 當然如果將來你發生錯誤 可能你要慢慢習慣 就是這個下方的錯誤訊息 恐怕要直接先看懂 因為看懂馬上改就好了 而且它其實也會告訴你說 你錯在第幾行 有沒有 它這邊也會跟你講說 你錯在第四行的地方 那就這一行 有沒有 剛剛我沒有加這個 所以它還會跟你講說 你在第四行的地方錯 你就看一下第四行哪邊錯 而且它還會告訴你說 你的形態錯了 然後呢 並且跟你講說 你必須要把什麼 把它轉換成String 它其實如果看到String的話 那應該理論上就是 形態錯誤 也就是你要串接的時候 應該要是一個文字 但是你沒轉 那你轉一下 這個錯誤呢 就解掉了 大概原則上是這樣 那至於其他呢 我還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最後的結果呢 有加了一個 這個 我是加雙引號 前後雙引號 那如果你要前後雙引號 放在這個程式裡面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 因為它這個雙引號 已經拿來用了 所以如果你將來呢 假設要看到一個什麼 類似像加總冒號 然後前後有雙引號 夾在前後的話 那記得 你輸出的時候 一定要加那個反斜線 在雙引號前面 OK 因為如果沒加的話 它不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你要輸出的字 還是你程式裡面的那個 文字的開頭 跟文字的結尾 因為呢 雙引號已經被程式拿來用了 所以你不能夠 又把它這個當成 所以它不能 那如果為它區別 到底你是輸出文字的話 那很簡單 前面呢 就把它加上一個什麼 反斜線 這樣子就解決了 OK 那這個其實就 所謂的拖曳資源 那另外的話呢 今天接著繼續來看 所以未來 我們上課的話 反正就這樣 按照我們的進度 所以 所有的講義呢 都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我每一次會跟你講說 我們大概上到哪個地方 那你就打開 比如說今天要第二單元 你就把第二單元打開 那第二單元的話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寫的程式嘛 有沒有 你可以比對一下 那其他還有像 算數運算值 我們有加減乘除 有沒有 然後求於數 還有除完之後的整數 另外的話幾次方 這個算數運算值 可能要熟悉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OK 因為它這個是規則 你不要說 問我這個能不能改 也不能改 反正這是固定的 OK 比如說加點程度 應該沒問題 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那個百分比幅 有沒有求於數嘛 那每一個程式語法都不一樣 像在VBA裡面 它不是百分比 它叫MOD MOD 其實 ECEL裡面函數有個叫MOD 有沒有 MOD函數就是這個意思 除完之後的餘數 OK 然後還有除除 除完之後的整數 另外還有幾次方 層層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蠻常用到的 還是 可是這個規則 跟其他的語言 又不太一樣 其他語言沒有這東西 沒有這東西 沒有這東西的話 那你就要自己想辦法 比如幾次方 對不對 VBA不是這樣子 OK 幾次方VBA 是用一個箭頭向上的符號 OK 來表示幾次方 所以 其實你說那 老師為什麼那個 程式語言不統一一下就好了 對啊 一樣 到底誰統一誰 對 絕對不會有一個語言 是要跟別人一樣的 所以像我們學習 一個另外一個語言 其實我最關鍵 我就找那個 他到底哪有不一樣就好了 哇 不一樣記起來 其實 因為不管任何語言 反正第一個一定有變數 哪一個都一樣 第二個呢 有變數就會有型態問題 也不管哪一個語言 都一樣 OK 第三個的話呢 一定會有這種運算值 也都一樣 只是運算值 表現的方式不太一樣 但加減乘除應該 我想應該沒有不一樣 OK 除了底下那些符號 不太一樣 那其他的話 一定會有 那個邏輯的判斷 就是結構控制 那一定也會有回圈 只是寫的方式不太一樣 如果你這些 差異的地方都有抓到 其實你很快就可以 再學一個語言 不管現在 因為 我之前講過 像Python 它出來一段時間的 那可能它會繼續熱門下來 不知道 會不會被其他語言取代 我想也有可能 但如果 即便取代了 那其他語言怎麼辦 其實沒關係 反正就看一下 因為現在很熱門的語言 還蠻多的 比較熱門的像 像我上禮拜跟各位提到 像Python之外 Java其實也蠻熱門的 那當然你說 老師說什麼Java呢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已經交過的感覺是這樣 真的太複雜了 如果程式 跟Python比起來 Python如果寫個五行 Java絕對要寫個 兩倍以上的行數 它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還要建很多的類別跟物件 還要物件導向觀念 哇跟你講完 講完之後 你可能就想要放棄了 太複雜了 OK 那Python當然已經簡化了非常多了 可是是不是簡化到非常簡單 其實倒也還是要記很多東西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未來呢 大家都能夠很簡單寫程式 可能還是需要更簡單 大家怎麼樣更簡單呢 我想這個未來的事情 我沒辦法估計 不過可想而知未來的主流 會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但是在還沒有這個東西 吸得出來之前 反正你還是要得學習 這個應該也沒辦法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底下還有一些 所謂的拖曳資源 拖曳資源其實我們 有講了一個反斜線雙引號的運用 那這裡的話當然很多啦 不過也不是每個都會用到 比較常用的 大概就是換行啦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的加總冒號 希望讓它可以換到下一行的話 換到下一行 因為剛剛我輸出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加總冒號 像這個 它是在同一行的上面 OK 可是呢如果今天呢我希望 在這個雙引號 跟冒號中間 加一個換行 那換行當然呢如果你假設啦 你如果自己在那個 握著裡面Enter就可以啦 可是問題喔這邊沒辦法 這邊要怎麼把它加一個Enter 其實道理應該還蠻容易可以理解 反正呢 有點類似加一個Enter在那個地方 那你想說那個位置在哪裡 還有一點喔 其實Enter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字喔 字圓嘛它就是一個字 所以呢你要加在哪裡 那一定要加在雙引號裡面 你放個字 那個字有點像控制 控制它可以換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喔第一個我要放在哪裡呢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放的位置應該是在 雙引 冒號有沒有 跟雙引號 雙引號應該是這個 在中間 有沒有 OK把它放大一點點 冒號其實就找冒號了 冒號的後面 那它加什麼呢 加一個控制的推置員 那那個推置員呢 就是一個換行 那換行的話我剛剛提過啦 換行還記得嗎 反斜線 有沒有 所以推置員這邊 你們可以看第二單元裡面第三頁 換行反斜線N嘛 那其他可能還會用到 叫反斜線T的Tape OK喔 然後 換頁這個比較少用到 好 那比如說我希望在 冒號後面加換行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在這邊加一個 反斜線N OK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加了一個反斜線N進來的話 那我再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是加總冒號 直接加到後面嘛 那因為加了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呢 讓它可以怎麼樣 有換行的效果 所以它會變成什麼 執行結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加總冒號 這個地方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加了一個反斜線N在冒號後面 所以它會變成在這邊 有點類似強迫幫你Enter 然後把後面的這個8.2 有沒有 幫你加在後面來 那就是拖曳資源的效果 OK喔 那這個請各位 把上個星期的練習 也稍微複習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延伸來看 有關邏輯判斷 所以這個底下 其他 尤其你們再自己再 稍微看一下 其他就是 關係預算值 比較的 兩邊一樣 就等於等於 不等於就是金探號等於 這個規則跟Java 基本上一模一樣 但跟VBA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邏輯是Not and or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寫一個程式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年齡 它是否成年 那比如說 然後以台灣這邊來講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寫一個程式 待會兒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 這邊會跳出請輸入年齡 好 那我就把年齡輸入到這邊 比如20歲好了 然後按Enter 它要跳出成年 OK Enter 成年 那如果我再執行一次 比如說輸入15歲 Enter 那它要輸出未成年 假如說我要寫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Python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寫 當然這邊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能夠怎麼輸入資料 比如說你發現這邊會跳一個 請輸入年齡帽號 把它輸入進去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裡面 在 在那個 輸出 神年跟未成年 所以待會兒我們來看 如何在Python裡面做輸入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讓它把輸入的資料呢 做一個邏輯判斷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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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